疫情之后 出国旅游人数会负七到八成 约有两到三成的人 可能选择国旅 但是随着国内住宿的价格 越来越高 也让旅客有些却步 你可能花一样三千块的钱 可是你在台湾 一定住不到东南亚的品质 你住宿好像变成欧洲住宿 好像有稍微贵一点 贵个大概两三成吧 不只国人有感 连大陆旅客都觉得好贵 疫情之后我来几次台湾 就是第二次来台湾 我看这个住宿现在 确实价格有点高 根据交通部最新公布的 旅宿一百零二到一百一十年 平均房价 观光旅馆三千六百二十一元 涨到四千一百九十一元 涨十二趴 民宿两千两百一十元 到两千四百八九元 涨五趴 一般旅馆从两千零一十三元 来到两千四百七九元 涨最多有十三趴 因为只统计到一百一十一年 疫情后旅游潮 现在房价只会更贵 亚洲平均住宿房价 以新加坡最高 平均一碗九千一百六九元 再来是香港八千多 日本近六千 虽然泰国韩国台湾都是四千多 看起来还不算最贵 但专家分析 台湾假日的房价 还是很惊人 我们的这个假日的房价 是亚洲国家里面 算是这个算是成长最高的 进一步分析 亚洲旅游热门城市住宿 最贵的是日本东京 九千三百六十六元 再来是新加坡九千一百六九元 香港八千零八十九元 台北市平均一碗七千零八三元 夜排第四高 比京都和首尔都要贵 希望光署跟我们业者 能有一个协商 怎样只能来限制 这一些假日跟特定假期 它的房价的一个 最高价的一个情形 专家认为台湾假日 房价太高 和平日落差大 如果台湾住宿 高房价印象留在旅客心中 不止国人不玩 外国人来台旅程也难安排 最好订定最高涨幅上限 TV新闻 网上投资人 台北采访某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